航行的船只蹊跷被盗 盗贼采用何种方式作案 怀抱大号矿泉水平 消失在江上的黑影 究竟是谁 民警暗边抓捕 嫌疑人再次跳入长江逃离 江地联动 警方如何破获离奇系列盗契案 夜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号船 您们注意观察 收到 3号船 您们这边 注意搜索 看一看 收到 收到 2021年6月4日深夜 喧闹的城市已经夜深人静 而在长江静江航段 69至70号黑幅水域的江面上 却灯火通明 此时 长江航运公安局 镇江分局的民警 正紧张地在江面上搜寻着一个人 长江江面很宽 水流很急 水很深 有很多暗流和漩涡 江上来往的传播非常多 传播的螺旋桨会产生漩涡 在江上非常危险 非常担心它的安全 注意观察旁边 民警一方面驾驶巡逻艇在江面上搜寻 另一方面利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 进行低空巡查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然而警方的搜寻却丝毫没有进展 岸边有很多码头全场 特别是很多芦苇荡 因为已经到了深夜 虽然有热成像设备 但是无人机巡查还是比较困难 厂江里的水流是非常急的 我们也不确定这个人顺着水流 到底飘到哪个方向去了 或者说是他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近五个小时过去了 搜寻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这让所有民警焦急的同时 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有人藏身的地方进去搜索 都没有发现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胆子非常大 为了逃跑他再次跳入长江 我们感觉还是非常吃惊的 嫌疑人已经陆续作案将近两年时间了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抓住他 压力很大 原来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的民警们 在苦苦搜寻的 是逃窜了近两年之久的 一名犯罪嫌疑人 在过去的七百多天里 嫌疑人疯狂作案 却屡次逃脱警方的侦查视线 甚至直到这一刻 警方都没有掌握这名嫌疑人的样貌 倘若嫌疑人再次逃脱 案件的侦破将又一次充满变数 这让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两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要从2019年的一起尽情说起 2019年7月1日凌晨1点左右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船主蔡某报警称 他的船在长江近江航段向上游航行时 放在生活舱衣柜里的1500元现金被盗 我从前二十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张报警 全场这一夫妻两个 也没看到有任何这个铁靠的权也好 人也好 那么这个在航行中的权就被盗了 就很蹊跷 那有小艇的话 他靠在船上他应该也会发现的 所以说前一人没有逃离的方式的话 他还是很大的可能性在船上的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往事发水域 并登上被盗船只 进行了搜查 我们当时怀疑嫌疑人还在船上 所以我们到船上之后 第一步就是对嫌疑人展开搜寻 然而经过一番细致的搜寻 民警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船的货舱和机舱进行检查 因为这个驾驶舱和生活舱都有人 嫌疑人不能藏匿 很奇怪 没有发现嫌疑人 随后民警对报案人蔡某进行了询问 蔡某称 6月30日下午 他的船停靠在长江静江航段一个码头装货 7月1日0点30分左右 装货完毕 其丈夫驾船离开码头 向长江上游行驶去送货 蔡某则回到生活舱内的浴室洗澡 蔡某在去生活舱洗澡之前 柜子的门并没有打开 据蔡某回忆 她在洗澡时 听到生活舱里有响声 因为长期在江上生活 她认为可能是浪大 导致桌子上的东西掉到了地上 因此并没有在意 当她洗完澡回到生活舱之后 发现那个生活舱里面一个柜子的门打开了 放在里面的1500元现金不见了 在询问报案人的同时 警方的现场勘察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然而民警经过细致的勘察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全是在行情中 没有任何人看到人上去下去 那这个财务怎么被盗了 都是个谜 我们初步判断 嫌疑人还是有一定的反政查意识的 案情分析会上 警方对嫌疑人如何登传作案和逃离现场 进行了分析讨论 并做出了初步判断 第一种就是在船装货的过程当中 嫌疑人偷偷地上船 然后潜伏在船上的某个角落 等船行驶过程当中 也就是蔡某洗澡的过程当中进行盗窃 第二种方式游泳上船 攀拔船只 然后进行作案 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江上的风浪比较大 还是比较危险的 由于案发现场 在夜间航行的船上 这使侦察工作举步维艰 就当侦察员苦苦寻找线索时 2019年8月31日23点左右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再次接到警情 船主冯某报警称 他的船航行至长江近江航断时 发现一名男子 正在生活舱内实施盗窃 该男子被发现后 抱着一个大号矿泉水平 迅速从船上跳入长江 顺着江水漂流而下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是采用游泳的方式进行逃离 他本人的水性非常好 至于嫌疑人是否是靠游泳的方式 上船作案 我们还不敢肯定 在对报案人的询问中 冯某向警方提供了 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 但是由于是深夜 五官特征 他并没有看清 嫌疑人为男性 身高一米西左右 作案时蒙面 上身赤裸 下身着四脚短裤 赤脚 封某的描述 让侦察员回想起 7月1日发生的盗窃案 根据作案手段 侦察员判断 这两起案件 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而就在警方围绕现有线索 对案件展开侦查时 2019年9月10日 镇江分局再次接到 船主夏某的报警 夏某称 当晚22点左右 他发现船上的生活舱内 有一名陌生男子 疑似在行弃 该男子嘴里 叼着一个大号矿权水平 手里拿着一大把现金 双方遭遇后发生扭打 该男子在挣脱夏某后 静止跳入长江 很真正 您是作业 您是些小长 民警抵达现场后 发现船舱内有打斗痕迹 而此时 报案人还心有余悸 报案人可能会产生病危险 初步判断 这三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同一人 最后我们决定病案侦查 民警细致地勘查了现场 发现了嫌疑人 遗落在生活舱里的大号矿权水平 除此之外 警方进一步获得了一些嫌疑人的特征 有点大小眼 腹部右侧有一条长约七到八厘米的疤痕 在陆续接到这三起报案后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迅速对现有线索进行研判 并将在现场所提取到的大号矿权水平 送至相关部门进行检验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警方对嫌疑人的作案方式 做出了进一步判断 我们判断嫌疑人 有可能依靠桶的福利 游泳到长江重载的船只上进行盗窃 被发现后依靠桶的福利 游泳逃离现场 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而且有千科 警方迅速在案发地附近的船厂村庄 进行部署 并展开大范围走访 排查可疑人员 然而几天过去了 结果却令警方大失所望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反应上来 与此同时 相关部门对大号矿权水平的检验 也有了结果 就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痕迹无症和生物检材 也没有获得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依据嫌疑人身上有疤 水性豪等特点 扩大排查范围 然而 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并没有发现与犯罪嫌疑人 体态特征相似的人员 在扩大排查范围的同时 警方联合附近村庄的村民 在案发区域的江堤边 进行夜间巡查 加大防范力度 然而 嫌疑人犹如人间蒸发一般 没有任何线索 在发生这三起案件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接到相似的警情 几个月过去了 嫌疑人再也没有出现 这不仅使警方感到十分疑惑 很奇怪 我们分析 犯罪嫌疑人在与报警人发生扭打之后 心里产生了畏惧 所以暂停了作案 就在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之际 时隔数月之后 2020年8月10日6点左右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再次接到类似警情 船主刘某报警称 8月10日凌晨3点左右 他发现船上的生活舱被盗 窃贼在被他发现后 直接从船上跳进了长江 这个嫌疑人又再次出现了 通过询问 警方了解到 刘某的船上装有监控 民警立即意识到 嫌疑人的身影即将出现在警方眼前 随即 民警充满期待的 调取了案发时的监控视频 监控画面显示 2020年8月10日凌晨3点42分左右 在船尾的位置 一个身影手持大号矿泉水平 从船上一跃而下 跳入长江 很快就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 他跳入长江的时候 是一瞬间的事情 嫌疑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实施盗窃 已经到了很疯狂的这个地步 即使到目前为止 这是警方获得的唯一一段 嫌疑人作案的监控视频 民警反复查看这段监控视频 试图从中找到线索 然而结果却令警方十分沮丧 因为嫌疑人是背对着监控的 所以我们没有捕捉到 任何有用的信息 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嫌疑人疯狂作案 2020年8月21日 在长江静江航段 张姓船主生活舱内 3000元现金 即价值5000元的黄金首饰被盗 警方在监控视频中看到 嫌疑人赤裸上身 从船舰爬上船只 但由于监控距离很远 无法看到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2020年9月9日 还是在长江静江航段 再次发生倒计案 尽管此次监控画面较为清晰 但警方依然没有获得 有价值的信息 这个嫌疑人上船的时候 脸上蒙着布 而且嘴里叼着一个空的 矿泉水平筒 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到 它的五官特征 民警还注意到 嫌疑人上船后 静止走向监控设施 很快 监控画面发生剧烈抖动 民警推测 这是嫌疑人 在试图破坏船上的监控设施 所有的监控 都并没有捕捉到 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以及其他有用的信息 所以这些监控对我们来说 并不能够帮助我们 去排查这个嫌疑人的身份 窃贼疯狂作案 而警方却无法掌握其有效线索 这是侦查工作举步维艰 民警对所有被盗船只 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期望在分毫之间 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嫌疑人判爬船前的这些痕迹 都被江水冲刷掉了 警方将嫌疑人的影像 通报给沿江地方公安 扩大排查面 靖江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 与长江航运公安局 镇江分局泰州派出所 对案发地沿岸人员 进行了大范围排查 并没有发现与监控画面中 嫌疑人相似的可疑人员 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此时已是2020年11月 警方没有再接到类似报警 嫌疑人又一次停止了作案 一系列的侦查过后 警方没有获得新的线索 案件侦办工作再次陷入了困境 虽然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 但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和最接受的问题 这一系列案件 在京江水域传播当中 群众反应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呢 我们专案组迟迟锁定不了 嫌疑对象 新发案件和破案的压力 同时压在我们身上 压力很大 结合嫌疑人 两次停止作案时间 都在11月 警方分析认为 很可能是江水开始变冷 嫌疑人才停止了作案 但是警方认为 嫌疑人一定会再作案 因为他连续盗窃这么多期 都成功了 所以我们觉得 他一定会再次盗窃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 警方一方面加强了巡逻 同时与地方公安合作 形成僵地联动 一张大网悄然铺开 正如警方所料 2021年6月4日23点 镇江分局再次接到 船主报警称 在长江近江航段 69号黑幅附近水域 有人登船盗窃 被其发现后 跳入长江逃离 它符合嫌疑人作案的这个特点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嫌疑人又再次出现 新的线索终于出现 镇江分局和镇江市公安局 新桥派出所的民警们 迅速从陆地上 水面上同时出发 按照之前布置的大网 对嫌疑人进行抓捕 民警到达江低边后 立即沿着69号黑幅 向下游展开搜索 在搜索到69至70号黑幅附近的 江低边时 民警发现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停在路边 随即民警在附近的草丛里 进行伏击守候 刺激抓捕嫌疑人 不久后 一个黑影上了岸来到车边 民警一拥而上 对其实时抓捕 然而 令警方没想到的是 嫌疑人竟然不顾危险 再次跳入长江中 很惊讶 没想到他会再次跳入长江 同时也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这个人简直是在外面 面对眼前的突发状况 民警立即向专案组汇报了情况 专案组指示继续沿江堤 徒步向下游搜寻 同时派出热成像无人机 配合已经赶到 暗发水域的巡逻艇 展开搜寻 二号请你们注意观察 三号请你们这边 注意搜索看一看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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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边有很多码头全场 特别是很多芦苇荡 必于犯罪行人长生 江上来往的传播非常多 传播的螺旋桨会产生漩涡 在江上非常危险 我们在江面搜寻抓捕的时候 也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就在警方全力搜寻嫌疑人时 技术部门的民警 对车辆进行了勘查 在车内民警发现一份租车合同 通过租车公司的 确定了租车的人死亡 搜寻已经进行了近五个小时 警方在江面上和江堤边 都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警方对租车的 开始寻找嫌疑人的踪迹 2021年6月5日15时许 民警终于发现了王某的踪迹 就在嫌疑人王某下了渡船后 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我们在他的密报车上 发现了一些贩卖的衣服和黄酒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 他经常驾车从无锡到常州 然后坐渡船到长江对面的泰星 在周边的船厂外 售卖儿童服装和黄酒 面对警方的讯问 王某只承认 6月4日当天作案的犯罪行为 对之前的多起案件拒不承认 但民警在王某的手机中 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转账记录 这些转账记录都是进账 给他转账的人的名字叫贵重金属加工 当时我们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收赃的人 然而嫌疑人面对转账记录 却解释说 这些钱是其售卖铜装和黄酒的货款 警方认为 王某显然是在撒谎 我们发现转账记录啊 这个是同一个人 在几个月内给他连续转了很多次 然后呢 每一次的金额都是1500块钱 到5000块钱不等 而且在有一天的转账记录里面 居然发生了几次的转账 随后 警方对转账给王某的人员进行了研判 发现这个人叫戴某某 他的名下在无锡 有一家黄金加工的门市 当时我们就觉得 这个戴某某很有可能就是收赃的人 由于船民流动性大 很多受害的船主已离开了案发水域 为了进一步获取证据 警方决定 找到这些受害人 对嫌疑人进行辨认 同时找到戴某某 确认其是否为收赃人员 警方先后辗转南京 无锡 长州 宣城等地 找到了多名受害船主 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些 可以辨认嫌疑人的受害人 还找到了一些 当时没有报案的受害人 而在戴某某的黄金加工店内 警方找到一个账本 随后 警方已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将戴某某带回公安局 我们在里面找到了 王某的一个教育的记录 在大量事实面前 嫌疑人王某对多次盗窃 船只生活舱内财物的犯罪行为 共认不惠 王某交代 2019年以来 他在夜间从无锡到达长州 之后坐渡船 过江到达太兴 携带大号矿泉水平 作为漂浮物 协助其游泳 身带塑料袋装脏物 从江边下水 四季游至途经此处的 重在船只旁 顺着船只皮靠攀爬至船上 实施盗窃 王某选择的都是 从下游往上游开的船舶 因为这种船舶速度较慢 他也方便攀爬 选择的还是 驾驶台在前方的船舶 因为他从后方攀爬的时候 前方的驾驶人员 不易发现他 在得手之后 王某跳入江中 就寻找江边的一座电缆塔 就顺着江水 往电缆塔的方向游过去 然后上岸 王某父辈以前 也在长江跑运输 他从小在船上长大 熟悉水性 王某经常从长州坐渡船过江 在太兴七围渡口下船 到附近售买铜装和黄酒 他当时坐七渡 就无意间发现这个江边 有一座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电缆塔 晚上闪闪发光 他当时就想着 通过游泳的方式 加上自己水性也好 跳到长江里面去 把一些船偷一点东西 跳江回岸的时候 他有一个参照物 然后他就想着通过这种方式 来实施一个盗窃的行为 据王某交代 他对船民生活十分熟悉 载重几百吨的小船 船舰不高 便于攀爬上船 而且都是夫妻船 船上只有夫妻二人 为了省钱 基本不会安装监控 夜间航行时 一人开船 另一人休息 疏于防范 这样的船 是下手的好目标 2019年9月的时候 这个王某上船盗窃的过程中 与人发生了扭打 他心里也害怕了 从这个之后 这一年就没有再做过案 2020年6月到11月份的时候 王某又出来多次作案 都是在同一个事发水域 2021年6月份的时候 再次作案的时候 就被我们警方给抓获了 截至2021年9月 警方已核实王某涉嫌盗窃的案件 9起 涉案金额3.6万余元 部分受害人 因为担心生意没有报案 所以我们建议呢 传民朋友 遇到类似情况 第一时间报案 方便警方收集案件线索 第二呢 建议传民朋友 增强防范意识 贵重物品呢 要妥善保管 尽量在船上 安装视频电动设备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